哈利路亚 跟你旁边讲 欢迎你回家 回到家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你可以说阿们吗 我从整个June开始就好像没有休息到 就是因为赶作业感 我也是刚刚从学校赶过来 刚刚讲做完Presentation 3点半 飞过来下雨 差点到不了这里 到了这里突然间的肚子 有点好像Fanny Fanny一样 要上厕所 请你们为我祷告 我希望半路我不用去上厕所 Bland Pastor Chris要上来 Anyway 我们再讲到一个冠军的生命的系列 今天我带着非常兴奋的一个心情 来到与大家分享 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冠军 跟你朋友们讲你是冠军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 或者我们的系列 不是在教导你如何成为一个冠军 而是告诉你已经是冠军 所以活像冠军一样 你明白讲什么吗 就是换句话来说 当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要非常清楚知道 我们不是要做某一样东西 才成为冠军 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已经是冠军 所以今天我们要学的 如何像一个冠军一样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能活出 当我在回想起 我们生命之关真的要非常感恩 因为我们尤其在今年里 非常多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风格的讲员都愿意来到我们当中 与我们分享 激励我们 从WOW Conference 我不停地写那个WOW Conference 的recap video 感谢Media Team very well done 一直跟我讲 跟我的同学分享 而他们已经很期待 明年我们会举办这种东西 因为我们要相信 生命之关是华文部的接班人 阿们 刚刚去年 上个星期 我也在 All Saints Church的Camp 讲到那边 我也是同样的信息 就是说 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 我们都是华文部的接班人 所以今天我们要愿意多用华语 我们要愿意的去投资 刚刚把Uncle Andrew在这里分享 他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可以 种的其中一个的果子 或者一个的种子 就是我们要愿意去 练习我们的华语 因为我相信 上帝要使用生命之光 因为我们是一个冠军 好不好 再次跟你旁边讲 你是个冠军 好 让我们来动一动脑筋 还没有进入正题之前 让我们动一动脑筋 你知道吗 有一天听说过 生菜 和番茄 他们赛跑 你猜谁会赢 错错错 没有阿姆Q 我也不懂阿姆Q是什么 OK 生菜还有番茄 在一个游戏跑步 你猜谁会先到重点 答案是生菜 因为那个番茄 还在try to catch up 你们明白吗 Tomato catch up OK Anyway 好 这个是个笑话 我怕你们不够冷 所以要给你们点冷笑话 好 我们再一次的 动动脑筋好不好 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真的要动脑了 OK 在赛跑中 你越过了跑第二的 那你现在是第几名 谁讲第一的 没有你们都是很聪明 因为你跑越过第二 你不是第一的 你是第二名 好 第二个 那现在God catch up 因为你曾经问过 你们不要紧 Anyway 现在问第二个问题 你们要很快的回答 OK 1 2 3 在赛跑中 你越过跑最后的 现在你是第几名 谁讲最后的 谁讲最后的 其实这个是trick question 你不可能越过 最后一个人 因为最后一个人 就是最后一个人了 understand OK 不用紧 你们还在睡觉 不用紧 好 今天 我觉得我有一个 很大的领受 今天我们来到 我们来到聚会的时候 我们要很渴慕 聆听 所以你们要动到脑筋 今天不是打开你的耳朵 听我讲 另外一边出 今天是要听我所讲的 上帝所要跟我们分享 并且去思考 然后去活出 所以今天我们要 讲到的主题 就是一个 冠军的心态 跟你们讲 冠军的心态 今天我们要从 《猎王记下》第五章 来探讨这个主题 所以我会同样的 用animation尽量的 跟你们分享 整个故事的大纲 放心今天的animation 没有太多 因为我也是没有很多时间 但是相信上帝 会恩高这个animation 让你们听得更明白 好 《猎王记下》 首先就开始讲到 有一个warrior 他的名字叫 奶曼 大家讲奶曼 奶曼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是个麻风病人 他有麻风病 所以他的脸不是抹病 而是很多的 皮肤病 然后 那个chapter就说到 有一个被掳的女孩 大家讲 被掳的女孩 她是个 servant girl 他是从另外一个国家 他是从以色列那边 被掳回来 其中一个attack 一个raid 他被掳回来的一个女孩 来做奶曼夫人的用人 所以当他知道 奶曼有这个病的时候 第三节就告诉我们 他讲 如果我的主人去见 撒玛利亚的先知就好了 他必能治好他的麻风 然后他就这样 跟奶曼的夫人讲 奶曼的夫人就去跟奶曼讲 奶曼就去跟他的 亚兰丸讲 亚兰丸就讲 No problem 你去呗 我会送一封书信 给以色列王 所以奶曼就拿那封信 去到以色列王 然后把那个封信给了他 立刻 那个以色列王 从开心变伤心 因为他说 在第七节他说 我是神啊 能使人死 使人活吗 这人竟派人来到我这里 要我治好他的麻风 你们看看啊 你们看看 他要怎样的针对我 然后他就很生气 他把衣服撕掉 他以为他是hawk 但是他不是的 你看他这样大致 Anyway 神人 以色列王就听见 以色列王这样做 撕开衣服 他就问 Alo Why are you going strip forward 你叫他过来找我 因为我会给他看 以色列有一个先知 所以奶曼就去找 以利沙 但是他没有见以利沙 因为以利沙去派他的 messenger 信封 使者 他去告诉他 那个servant就跟奶曼讲 你去在约旦河中 沐浴七次 你的身体就会复原 得着洁净 对吗 得着洁净 so in other words 你要去那个约旦河 River Jordan 去那边 冲气吃粮 然后你的身体就好 哇 奶曼听到了就说 就立刻火大 他就讲 哇 为什么 你不可以出来见我没 还要派一个 一个servant来看我 一个仆人来看我 我那边 我的家乡这样多 River 我不会去那边冲凉 还要来你的 Jordan River冲凉 他就非常生气 哇 就一直很生气 然后他有一个小小士兵 就跟他说 如果 如果 如果先知 吩咐你做一件很大的事 你不会照着做吗 何况他只是说 你去沐浴就得 洁净 奶曼听了就说 哎呀 也对了 如果他叫我去跳 去做几个summer show 就会好 他可能会做 但是他要做 这样简单的东西 他却生气 然后他就听了 这个young servant讲 然后他就讲 嗯 不错不错 我去try 所以他真的去try 他进去那个 Jordan River洗了七次 然后他就好了 圣经告诉我们 他的皮肤 像小孩子一样的 一个肌肉 所以是很smooth 很smooth的skin 然后他就听了 他就很开心 他就去找Elyssa 他就跟Elyssa讲 我要给你一些 gift 礼物啊 请你接受这些 金银财宝 这些等等等等 以我们今天的context 就是给你一辆车 一辆房子 一辆什么什么什么 都给你啊 你要全部 事上的五个锡 我都可以给你 但是Elyssa说 不用不用 然后奶曼在他的 奉献的当中 他讲了这句话 现在我知道 除了在以色列以外 全地都没有神 接下来他就讲 因为你的仆人 不再献凡祭 或别的祭给别的神 只献给耶和华 换句话来说 奶曼因为这个整个过程 认识谁是真正的耶和华 并且认识了上帝 并且把自己的生命 完全地交给 耶和华这个神 故事讲完了 让我先brief in OK 现在我要大家看一下 这个整个 corrector的involvement 你会发现到 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一直看到 奶曼奶曼奶曼 好像奶曼是个 central figure 那个男主角对吗 因为他一直 男主角 因为他一直 被提到他的名 哇他好像那个 本来很arrogant 很骄傲的一个将军 却愿意谦卑自己 他好像一个冠军一样 对吗 但是今天 在整个探讨 这个整个题目的时候 我要把焦点放在 那个起初的原因 为什么奶曼会去到 撒玛利亚找伊丽莎 都是因为 到最后 甚至把自己的生命 交给上帝 都是因为一个人 而这个人 就是那个 被鲁的女孩 我们发现到 这个被鲁的女孩 非常的特别 因为 在整个经文当中 整个《猎王记》下 第五章 整个圣经 只有两个词 这个是我最难 preach的一个道 因为我只有两个词 要跟你们讲三点 因为 都是 Buster John的 走开玩笑 等一下我们看到 这个被鲁的女孩 在整个圣经 只被提到两个经文 而这两个经文 提到什么 然后我们一起来读 好吗 一二三期 亚拉人曾经出去 截对抢 禁 从以色列底 鲁了一个小女孩 她就带后奶曼的妻子 对 她的女主人说 如果我的主人 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 就好了 她必定能治好 她的麻风 两节经文 讲到了一个 被鲁的女孩 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们不知道 她的生活背景 我们只知道 她做出了 她是被鲁的小女孩 就是她是从以色列 在亚兰人 去攻打以色列 去read以色列的时候 就把这个小女孩 带回来 去服侍 或者带后奶曼的妻子 也就是她的女主人 并且从她的 第二节讲到 就是她做出了一个提议 好让奶曼愿意 去到撒玛利亚 去见以利沙 并且被医治 并且认识耶和华 所以今天 我们要透过她的生命 学习冠军的心态 好不好 我们一起祷告 现在主耶稣 今天主啊 我们把我们自己 完全地交托 主啊 我们知道 不管任何人或事 主你都能向我们说话 所以祝主你今天 亲自来到我们的心 跟我们说话 在当孩子在分享的时候 主我也 请求你 主啊 你自己倾倒 你自己的同在 在我们当中 主啊 让孩子谦卑 好让你能被提升 好让你的话语 真的能 像一把剑一样 刺破人心 让我们 能奖善你 主啊 也知道主 做你真正的冠军 的心态要是什么 祝主你 真的保守我们的时间 保守我们的心 打靠我们的主 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 并且活出你的话语 奉耶稣基督得胜名 求大家同志讲 阿们 所以在我们探讨这个话题 冠军的心态的时候 我们也有三点 我们可以记得 第一点就是 冠军的心态 不会被处境 而受影响 第一点就是 冠军的心态 不会被处境 而受影响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他是个被掳 而被作为一个奴仆的人 让我们试想看 如果那个人 是你 Sorry 还没有按 对 冠军的心态 不会被处境 而受影响 所以我们试想看一下 今天如果你是 那个被掳的小女孩 你的心智会是怎样 你的想法会是怎样 我不懂你 但是如果我觉得 我是那个被掳的 我一定是会这样想 乃曼有麻风病 All be great 因为你deserve it 你掳神的人 你看啊 你看啊 现在你得到麻风病 You deserve it 我甚至会说 哇 这个是报应 上帝的正公义 终于审判到这个人的身上 但是我们发现到 乃曼的 那个被掳的小女孩 却没有以恶报恶 但是她以恶报善 以善报恶 所以我们会发现到 其实一个冠军的心态 是不会被她处境 而受影响 而改变她自己 所做的一切 今天你可能会听到 世界跟我们讲 如果人家对你不好 你应该对她不好 如果人家对你很坏 你要更加的坏 因为你要说她 Who's the boss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发现到 从这个被掳的小女孩知道 我们不用被我们的处境 而改变我们的行为 因为她的信心 她的行为 不是建立在她的处境身上 而是在建立在上帝的身上 阿们 然后她发现到 她自己本身 虽然是个被掳的奴仆 但是她愿意成为 那个祝福的管道 她愿意成为那个提议 她的主人得到医治的方法 今天我们看到 她是充满着怜悯 她的信心还是很有活力的 因为她可能很明显地 活出在哥罗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 所说的一样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今天虽然当时 他当然没有这节经文 但是我们发现到 其实这节经文 真的显明在 我们日常生活上 这个是保罗写给 那些被奴仆的 在被做slaved的 当时候的情况 他写 无论你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换句话说 今天这个就是 如何爱我们的敌人 如何去做一个冠军 因为她的信心 她的行为 不会因这环境 而被改变 或者被受影响 她对别人的爱 也不会因此 她处在一个不好的处境下而改变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 从她的身上学习 但是在我思考的当中 我就问主 主啊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容易 被处境而受影响 而在我在思考 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我发现到 其实我们会被 我们的处境而影响 是因为我们有 不切实际的期待 你可以认同吗 因为有时候 我们会被我们的处境 而产生一种 不切实际的一种期待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期待 我们老板应该是 体谅我们的 我们有一个期待 我们的老板应该是 很公正 很公义的 我们有一个一种期待 我们老板一定要看到 我们所做的努力 而奖赏给我们 这么一个学生 我们有一个期待 我们老师应该是那种 很有耐心 从来不会骂人 会走多一里路 会永远跟你讲 It's okay You can try again 但是我们有这种期望的时候 当他们没有得到 那种期望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就受影响 我们要求 或者我们期待 我们的老师或老板 他们的咖啡要开到很大的 看到谁有做工 谁没有做工 并且公私分明 但是我们发现到 很多时候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有些很会跟的 真的会跟 老板也看不到 老师也看不到 但是今天我们要有对的期待 我们才不会 被我们的环境影响 曾经听说过 有一个太太去问她老公 老林 你不是讲 我嫁给你之后 你会像童话故事一样对我吗 那个老公就回答 Of course 你没有看到我叫你洗地 妈地 去清洁 都是因为你是个 Cinderella吗 You all understand OK never mind 那个被掳的小女孩 她没有期待 乃曼会体谅她 她没有期待 乃曼或乃曼的夫人 会因着这个缘故而放了她 她纯心只想 把她的信心 影响跟去引导 乃曼有一个机会 来认识上帝 或者得到医治 今天她的信心 超越她自己所被要求的 她只是一个仆人 仆人要做什么 就是清洁就好了 做你该做的 少说少错 多说多错 可能她一说 她没有被一字 回来砍头怎样办 但是她没有因为 她自己的处境 而改变了她的信心 她没有因为自己的处境 而改变她的行为 她愿意继续地付出 就是因为 她的信心 和她的 是建立在主的身上 因为我们要知道 今天信心是 有正确焦点的结果 今天信心是 有正确焦点的结果 换句话来说 当我们的眼目 和我们的焦点 是在主的身上 而不是在我们 主境的身上 我们就开始 会做出对的行为 我们会开始做出 讨神喜悦的行为 我们会做出 有怜悯的行为 因为我们知道 一个冠军 不是因着 她自己的处境 而回应 而是她回应 是因为她对主 或她对自己的信心 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这主做 因为主 不管我们做什么 我们都要 好像是为主而做 今天一个对的期待 释放 那个被掳的小女孩 因为她从来没有期待 她的生命 是在于一个 被她的主人控制的 她很清楚知道 她的生命 是建立在耶和华的手中 所以今天 她从来没有认命 她也没认输 但是她认由上帝 在她的生命里动工 我再说到一次 她从来没有认输 或认命 但是她认由 神随意的工作 今天当我们的焦点 放在神的身上 当我们不建立 把期待建立在别人的身上 我们就会发现到 我们不会被 我们的处境而受影响 但是我们能 因着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依然成为祝福的管道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一个冠军的心态 会看重小事 跟你朋友们讲 要看重小事 因为有发现到 你那种小事非常重要吗 因为如果你问一个 一个athletic 一个玩sports的 你会发现到 每一天的训练 都非常重要 甚至你可以问那些 弹乐器的 他会跟你讲 每一天的练习 都非常重要 所以为什么 你看到很多CCA 像体育的CCA 或者band的CCA 你会发现 他们的CCA的 practice time 是永远超过一个 library club 你明白吗 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操练 是比一般人更多的 因为每一天的训练 每一天的小小的训练 都非常重要 曾经有一个 很出名的音乐家 Jesca Huffel 不懂她的声音 可是Jesca曾经说过 如果我没有练习一天 我会知道 如果我没有练习二天 那些训练都会知道 如果我没有练习三天 大家都会知道 换句话来说 今天如果我不操练一天 我自己会知道 我会察觉到 有这个分别 如果我不练习第二天 其实那些专家就会知道 而当我一直这样下来 不操练的时候 大家都会看出和察觉到 有一点分别 同样的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也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如果不灵修 不清晰神一天 其实你今天知道 我不懂你 但是对于我和我相信 同工人也是一样 当我们每天起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做灵修 我们的那一天 似乎好像很不一样 因为我们有被神的话浇灌 我们有被神的话来提醒 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 能因为这种小小的举动 而带给别人的祝福 今天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贝鲁的女孩 她做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她只是给一个 suggestion 一个提议 如果主人可以去到撒玛利亚 见这个先知就好 她必能够医治她 换句话来说 她今天没有说 一个很长的道 她没有说 她没有做很多的事 她只是做了一件 很小很小的事 就是建议 你懂今天可能我们有时会想 我这样small fry 我这样这种小人物 我说的话一定没有人听的 尤其中学生肯定会觉得 我suggestion 我建议什么都没有用 如果有些圣经的学家 查了她的年龄 她可能只有12、13岁而已 这个12个13岁的小女孩 愿意做一个提议 因为她这个提议 却带来极大的祝福 因为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信心 不只是有灵活性 但是我们的信心 也有感染性或者感染力 今天我们的信心 是能感染到别人的 今天那个小女孩 愿意用她的信心 来祝福她的主人 所以她愿意提出这种建议 今天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感染力不是跟地位 或者我们的position有关联的 而是感染力是从内而发的 换句话来说 今天我们不要轻看 我们所能做的事 因为小人物也能做出极大的影响 所以别轻看你所做的一切 跟你朋友们讲 别轻看你所能做的一切 因为今天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我们虽然小 但是我们服侍的上帝 却是非常大 阿们 今天我们服侍 我们可以虽然是个小人物 但是我们服侍的上帝 是极大的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 我们自己的软弱 我们自己的brokenness 我们自己的失败 而觉得我们不能有任何的贡献 有时候我们觉得 哎呀 我这种人 我这样多mistake 我不可以跟别人讲的 我不可以跟别人讲 你要多爱主 我不可以跟我的collects that is bullying other people 我不可以跟他讲 不要这样做 因为你会用自己的软弱 自己的失败来看待自己 但是我要跟你讲 今天我们的感染力 上帝能用我们的破碎 来成为别人的祝福 只要你愿意成为那个管道 因为曾经听说过一个故事 这位小男孩 他去到一个店 他看到这个字 Puppy for sale 就是拍卖小狗 然后他就问那个主人 主人 那个店长 sorry 买一只狗要多少钱 然后那个主人就回答 大概30到50块 看你要是什么狗 然后他就拿起他的钱包 或者没有钱包 就是他的pocket 他这样伸出来 我只有2块3毛半 2.35元 他就说 然后那个主人就笑一下 那个店长就笑一下 那个小孩子很单纯说 我可以进去看那个狗吗 然后那个店长就说 哎呀 让你看啊 不用紧啊 所以他就进去 看一看 看一看 然后发现很多狗 开始跑来 不懂他们怎样叫 就叫那些狗来 然后那个小男孩就很专注 一个狗 一只狗 sorry 因为那个狗 比其他的狗非常慢 他是有一点lame的 就是不可以走 一拐一拐 不是一拐一拐的 因为他是两拐两拐 因为他们有四只脚 你 understand 就是他就是 他就是 慢慢的来 他就比其他的狗慢 然后 当那只 那个小男孩看到那只狗 他就说 我要那只狗 然后那个店长就很奇怪 他就说 为什么你要那只狗 那只狗 他从小就生出来 就是这样 他有一个腿是残的 不要啦 你不要那只狗啦 他讲 我要我要 我要那只狗 然后他讲 这样 这样我把它送给你啦 因为 因为 因为这个是 like so called defect goods 这个狗是 残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 我把它给你嘛 然后男孩子就非常生气 他说 这只狗的价值 跟其他的狗的价值 是一样的 然后他说 那个店长还要 convince他 你不知道的啦 这个狗 跟其他的狗 不一样 他不可能陪你一起 跑来跑去 他不可以跟你一起 玩 他不可能跟着你的速度 他是个 残废的狗 他是个 没有价值的狗 然后 那个小男孩就 看着那个店长 就 举起他的 long pants 然后发现到 那个小男孩 也是没有一只脚 他是 带着一个 matter的rod 然后就跟他讲 That's good 我也要 因为我也像他 所以他可以 跟着我的角度 跟着我的步伐 这整个故事 当我读到的时候 我会发现到 有时上帝 会让我们 经历一些 破碎的当中 一些可能 不这样完美 就是为了要成为 当别人需要的时候 你能成为 他的 那一把声音 那一把的建议 所以不要 轻看你能做的 小小一件事 今天弟兄姐妹 我觉得在整个 预备的当中 上帝提醒我 如果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给一个建议 我们就要给一个建议 如果我们 唯一能做在职场上 如果看到别人受欺负 看到老板不公平的时候 如果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 讲一个 真理 让我们就愿意讲 如果在学校 每个人都在 都在逃学 或者不听老师的话 如果你能做的 就是跟他们讲 Come on Let's listen 好不好 我们就愿意做 那个很小小的事 就是愿意讲出来 那句话 因为上帝可以用 我们很小很小的事 而成为一个极大的祝福 因为我们今天 发现到 这个被掳的小女孩 她应该是破碎的 因为她 她从她的家庭里 被拉出来 她已经不是个人了 她是个仆人 换句话说 当时的文化 仆人是没有身份的 你的主人要卖你就卖你 你是个commodity 你根本不是个人 但是她依然懂 她自己的感染力 不是因着她的 所谓的身份而被定义 而知道她的身份 是建立在 耶和华的身上 换句话说 她的职位 也不能定义她的感染力 因为一个人的感染力 是从内而发 从上帝所给你的身份 你发出来 那个感染力 今天 所以她愿意做 那个很小很小的事 就是给一个建议 今天我要跟她分享 很小的建议 都是能成为 一个祝福的管道 为什么 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说 我们很喜欢做 恩慈行动 make a difference 我们也发现到 我曾经读过一个 真实的故事 在美国 有一个人也开始 所谓的恩慈行动 就是开始写卡片 这样 所以她的卡片就写 You are God Wonderful Masterpiece You are beautiful And I love you 所以他们就 那个教会就开始 这样做的时候 就跟她讲 OK 你们写三个卡片 一个是给你自己 被提醒 第二个就是 给你要祝福的人 第三个就是叫 你要祝福的人 去给多一个人 所以 曾经就有听说 一个那个 一个会友就听到了 她就走到街上 然后看到一个 哇 很大只 很像阿伯 很有钱的 The business man 她就给了他 讲 This is for you You are God Wonderful Masterpiece You are beautiful And I love you And then她就跟她讲 Please give this To someone else So那个很有钱的 那个人就拿起来看 OK Thank you 好像很sweet这样 可能看到她 她是个年轻人 不要拒绝 所以她讲 OK 她就回去 她就看到女儿 然后就把 这张卡片 给了她的女儿 她女儿看了看 看着她 没有回答 她直接就 跑进房间 她老爸也不懂 为什么 但第二天早上 她看到了一个字条 就跟她的老爸讲 Dear Daddy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e card Because I was about to Commit suicide Yesterday night But I received the card And you reminded me That I'm beautiful And that you love me 就这样 她就决定 不要自杀 继续地活下去 今天 这一切 都是从一个 很小小的举动 而开始 所以让我们 不要轻看 我们能做的一切 跟你朋友们讲 不要轻看 你所能做的 第二件事我要看到 当我们讲到 不要轻看 我们能做 今天我要大家 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你知道 他所做的 每一件事 就是做一个建议罢了 但是我要问你 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有没有 是否想到 为什么乃曼和 他的夫人 会相信奴仆的话呢 如果今天 当你不认识一个人 曾经有人说过 当你不相信 那个使者 你就永远 不会相信 他的话语 If you don't believe in the messenger you will never believe in the message 换句话说 今天 他们愿意 尤其是那个 夫人 因为他是先听到 他愿意相信 那个被掳的小女孩 是有原因的 而对我而言 虽然圣经没有讲 但是我相信 他在他的日常生活里 那个仆人 一定做了某一些事 得到 好让那个女主人 或者乃曼 愿意相信 这个被掳的小女孩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 他在日常生活里 是个好见证 不管在行为 在言语 他都是个好见证 She was a good testimony 可能他做的事 不是很大的事 可能他只是做一个 仆人应该做 老老实实的服侍 他的女主人 他可能不偷懒 他愿意走多一里路 他愿意做 别人不要做的一切事 他愿意做那些小事 当别人不要做的时候 他都愿意做 可能是这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 他的一系列 小小忠诚的行动 可以引导别人 来经历上帝 而在这个故事里 乃曼就是因为 这个小女孩 而经历到上帝的医治 并且认识了耶和华 换句话说 今天我们不要轻看 我们小事 我们要在每一天 的日常生活里 愿意做那个好见证 好让别人 看到我们的时候 可能这一次 他看到你 他不会想起你 但是可能后一天 当他出事的时候 他会想到 我认识这个基督徒 他好像告诉 他的神不错 可能我要去找他 很多时候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发现到 我朋友 我曾经跟我太太讲过 我发现我朋友 从来不会打电话给我 until他们需要帮忙 somehow 你有没有发现 我问我有没有基督徒 会这样想到 平时你不会收到 很多的电话 但是你一收到电话 都是问你一些problem的 I tell you I recently faced this I heard you can do this 最近我就听 收到一个电话 告诉我 我的中学朋友 的父亲去世 然后他跟我讲 Nikolas I heard you very good at talking to people Can you go there and talk 我告诉你 那个中学同学 我不懂多久 没有见面了 但是我发现到 他们愿意打给我 就是一定在 我日常生活里面 他想到 Nikolas 是可以辅导人的可能 等一下才打给我 我发现到 当我们每一天 做我们的恩慈行动 不是突然的 因为总有一天 我们要相信 这一系列的小小举动 会成为别人 领受上帝的 祝福的一个管道 Amen 今天我们要看到 你所做的好见证 不管是在学校 或者在工作 都有一天 可能会成为 那个理由 为什么人家 愿意走进教会 曾经有一个目的是说 我们可能是 我们朋友看的 唯一本圣经 而今天我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是怎样的圣经 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们是否会看到耶稣 因为今天我知道 好见证不是一日而成 而是每日建立的 今天作为一个好见证 不是一日而成的 而是每日建立 在以每日中心的一种建立 今天我们要知道 有时候我们的朋友 真的是在看着我们 虽然他们没有跟我们讲 但是他知道 你是基督徒后 他就会看着你 曾经我有看 我的众学老师 跟我分享 在讨论的当中 他说 我不懂为什么 有时候我的 会觉得 Why Christians can do this one 基督可以这样的 基督可以那样的 他们好像对我们 有很大的期待 对吗 换句话说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 这个老师的分享 告诉我 其实非信徒都在看我们 今天你的朋友 都在看你们 有时候 我发觉 我们的朋友 为什么不愿意来教会 可能不是你们 但是我发现到 我小的时候 为什么朋友 不愿意来教会 因为教会的我 和学校的我是很不一样的 我记得我的中学同学 曾经来过我们的教会 他跟我讲 You behave very different in church 那个是我的wake up call 因为我知道 其实因为那件事 我很害怕 邀请别人来了 因为他们看到我 我居守 把气到学校 可以骂人upside down 你发现到 其实很多人都在看 这件事真的提醒到我们 其实每个人都在看 我们的生命 不管你喜不喜欢 你的朋友都在看 因为你常常post 你的厕所这样 你的厕所这样 他们很在意 你所做的一切 所以今天让我们提醒自己 我们要成为一个好见证 我曾经说过 我们不能改变世界 如果我们一样 我们不能改变世界 因为我们不一样 我们才能改变世界 今天让我们被提醒到 我们要很清楚地知道 我们要在生命里当中 做一个不一样的人 跟我们的飞行人 要做不一样 好让我们能影响他 因为他们会记住你 当他们最需要的时候 你的那些一系列的小小举动 会成为他们经历上帝的 一个管道或者一个机会 我们要相信 上帝会把我们 小小信心的举动 变为有极大盼望的企迹 今天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这一整年都在讲盼望 我们要相信 有时盼望 有时盼望或者企迹来到的时候 不是big miracles 可能是在很小小的方面 当有你的朋友需要 生病需要祷告 你愿意去祷告 你懂为什么 我很喜欢在这里讲道吗 因为我很爱你们 而我也知道你们很爱我 刚刚我走进来的时候 我在外面 你们还在pre-service period 我在外面跟几个usher 我跟他们讲 你们为我祷告 我的肚子开始叫了 我刚刚上厕所 已经放了一回 然后他们 我很感动 就是著名 还有Phoebe Alicia 还有Altia 就跟我讲 I can't be prayed for you 我发现到生命之后 你不要小看这种小小举动 而不要只是为我们而做 如果一个新朋友跟我讲 跟你分享他的 他的日常生活里面的什么困难 好不好 如果你可以做的 就是为他祷告 好不好 生命之后 让我们成为 那个愿意祷告的人 愿意去说 Can I pray for you 我在Altia 想到的时候 有一个男生 他写了一封信给我 在最后一天 他讲 Thank you for praying for me When I fell down 我发现到 其实 其实一份学生 都没有管我 Phoebeach的好不好 但是他们最感动的是 在我们不在台上的时候 在我们不在一早 被灌目的时候 我们私底下的生活 依然是中心 依然是信实 依然是愿意做 那个没有人愿意做的事 的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人家看见了 而人家感动了 而人家可能就是因为那样 愿意跟你来教会 今天我要提醒大家 在我们在预备 Spider-Man的到来 不是像那个孩子 不要上厕所一样 因为他有一个 很期待看Spider-Man而已 但是我们有更大的期望 就是我们总共有 294位会去到那边 我们可能占一半 150 但是我们还有 150位新朋友 今天让我们 不要只是看Spider-Man而已 让我们真的 当天我要很清楚地 告诉大家 你不是个guest 你是个host 跟你朋友讲 你是个host 所以做一个host 要做的事 当你看到新朋友 跟他们讲话 如果他们跟你分享一些事 如果你唯一能做的事 Can I pray for you 我请求大家 Please say that Please ask the person Can I pray for you 因为今天我们要知道 一个冠军的心态 会看重小事 他不会觉得 自己是太小 或者他不会看自己 太小 他会知道 上帝 所以我们愿意踏出去 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一个冠军的心态 会愿意成为 那个无名 无脸 但是却很无私的人 我不懂那个无脸是对 But I just google Nameless Faithless And Selfless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今天我们要愿意成为 那个 可能没有人认识的 到现在为止 我们一直 refer to那个 Servant Girl Servant Girl 那个被卤的小女孩 她的身份在 整个历史当中 就是那个被卤的小女孩 但是 这被卤的小女孩 却作为一个冠军 就是因为 她愿意成为 那个无名 无脸 但是非常无私的一个人 对于今天的文化当中 可能你会觉得 这样很luggy 很吃亏 因为你可能会是 那个做很多的 但是却没有认可的人 今天我真的领受 因为我们在 整个blog class 我们要做一个 group presentation 而刚好 我就是group reader group reader就是 不管你有什么member来 你要做那个project 就要做到project 我的blog class 就有三天 就是我们第一天 receive assignment 今天就要present 所以有些人就跟你讲 Sorry I'm too busy Sorry this Sorry that 当时候 你就要讲一句话吗 Are you willing to do 所以他们讲 It's okay I do But marks is still the same 每个人都会拿一样的 我们会愿意成为 那一种 换句话说 可能今天如果你是学生 我曾经挑战过 Genevere 你要去share你的notes 成为一个学生 你的notes是最宝贵 因为这个好像你的 50密集 你一share出去 而别人不要share给你 就完蛋了 因为他们既有你拥有的 但是你没有他们拥有的 但是你愿意这样做吗 你会很吃亏 但是你愿意这样分享吗 可能在工作 你的同事也是你竞争 要被提升 被补磨身的人 但是你愿意帮助他们吗 却可能不会被认可 这可能很烦躁 可能让我们觉得很吃亏 但是今天让我们记住 而我的祷告是 当我们离开这里 我们会牢记 这个被掳的小女孩 因为她真的是无名 到现在我们还不懂 她长得什么样子 但我们可以知道 她很无私 因为她从来没有觉得 她从来没有觉得 她这样做会有什么奖赏 她从来没有觉得 她自己 可能如果真的被砍头 如果乃曼真的没有 不要谦卑自己 不要下去约旦河 她就回来讲 你讲的是废话 把她拉去斩 她就是dare it了 但是她愿意相信上帝 会在她的 那个小小的建议当中 做大事 让乃曼来认识她 我觉得在 再讲到底就是 她愿意成为那个祝福 那掳她的主人 是因为她的信心 不但是有灵活性 有感染力 但是她的信心 有对的推动力 因为今天她的推动力 不是要得祝福 而是要成为祝福 因为她知道 她所做的 不会改变她的身份 但是她的身份 会改变她所做的一切 所以今天我刚刚为什么在 很早就要提醒大家 今天我们每次上来跟你讲 你要做这些做那个 不是因为你要做这些 你才是个好基督徒 不是说你要做这些 好事或善事 你才可以成为 上帝的冠军 但是今天我们上来 是要跟你讲 你已经是冠军了 你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 所以就活好像一个冠军 活好像一个 是上帝的儿女一样 因为今天不是你能 而是上帝的能 所以今天 你永远不会知道 你所做的一切 能影响多少人 在预备当中 我被提醒这个人 我们都知道 葛培里对吗 Billy Graham 但是你知道吗 他是世界上可能 最棒的一个步道家 而他是被 Modecai Ham 也是一个步道家 而带领性质的 而Modecai Ham 是被一个Billy Sunday 他原本是个sportsman 他接受职之后 他就离开了sports industry 然后变成一个 一个步道家也是 而这个步道家 也是被另外一个步道家 Wilburn Chapman 带领的 而Wilburn Chapman 是被D.L. Moody 而带领的 他们全部 都是极大的步道家 而你会觉得 带领D.L. Moody 也是应该是个步道家 对吗 但是不是 他是被一个人 叫Edward Kimball的人 带领 而你知道Edward Kimball是谁吗 他是个主日学的老师 Sunday School teacher Edward Kimball曾经 在D.L. Moody的 Memore写到这样 当我第一次看到 D.L. Moody的时候 我觉得 他是没有一个人 比他的属灵更黑暗 因为他是非常坏的一个男生 但是你知道吗 当时Edward Kimball 从来没有看 这个男生是怎样 他只知道 这个男生 需要上帝的爱 所以他愿意 有一天 在 D.L. Moody 在他的舅舅的书店 书店 鞋店工作的时候 Edward Kimball去找他 跟他讲 耶稣爱你 你需要耶稣 他一次又一次地去看 到了一天 I think是 198多年的时候 他也不是198 188多年的时候 他的四月份 他就愿意接受主 而他的生命 便改变 这一系列的 Spiritual Domino 都是因为有一个 主日学的老师 不是个不道家 愿意继续地 在一个人的生命里 投资 小事小事 一次又一次地去 见D.L. Moody 才产生了这个后果 现在我觉得 上帝提醒我 我在昨天买包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个 这个paper bag of course 我在销买的 所以它有那个brand 这个brand有名对吗 有名 但是我就想起 如果那个paper bag 你们试想 一个paper bag 是没有名的 没有brand 不然我怕 camera record 所以我去 拿了一个没有名的 所以你看到 一个没有名的 paper bag 纸带 它可能不值钱 这个我查了 如果你在淘宝买 你要买1000个 可能好像是 5块多 所以一个 不到一分钱 它不到一分钱 如果这个paper bag 掉了之后 你可能都没有 你可能讲 哎呀不用紧了 不用pick up了 但是你试想看 今天 我去买包的时候 或者我朋友 叫我帮他买包 我买包的时候 我来到他面前 我没有放在 把那个包放在纸袋 我把它包放在我手 然后你懂 我很会流汗 从我的学校的 销走回课室 我已经是 drenched到 不能什么了 可能他会看到 我的sweat流住 然后我 没有纸袋 然后我跟他讲 有包 如果今天我把那个包 没有放纸袋给你 你会不要不要 你可能讲不要 太肮脏了 这个只是个纸袋而已 没有价值的 但是这个纸袋 突然间变成有价值 或者你可能说 你需要这个纸袋 是因为你所放的东西 提升了它的价值 今天曾经有一个牧师说 他用的是 比赛的理论 我相信你可以想起 因为当我在看的时候 突然提醒我 那个illustration 但是我现在用 我自己的context 来跟你讲 可能这样只是一个 paper bag而已 放包的paper bag 没有什么worth的 它掉下来 放在水 你不会觉得 啊 so sad 让我帮你做 最四礼拜 你不会这样做 你会讲 算了 当你需要一个包 给别人的时候 你不要用手的时候 你需要一个管道 这个管道 突然间变成有价值 变得很有值钱 是因为所放的东西 提升了它的价值 今天你我的生命 有耶稣基督 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的价值 被提升了 今天你是冠军 是因为你接受了 耶稣基督 祂进入你的生命 所以你的价值被提升了 所以今天我不是跟你讲 你非常好 所以你可以去传福音 今天看完 我们需要耶稣 我们要盼望 建立在耶稣的生命 所以我们可以出去 成为祝福 成为那个管道 今天一个 一个冠军的心态 不会因着 环境处境而受影响 他不会轻看小事 他会看重小事 他也愿意成为 那个无名 无脸 却很无私的 是因为他知道 上帝 在他里面 耶稣在他里面 所以这个指代 可能不值钱 但是对于上帝来讲 他确定是 如果你要送包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 今天很多人 需要耶稣 但是可能是在你 这个包装 才可以认识耶稣 所以今天我呼吁大家 因为尤其今天没有新朋友 我更加要呼吁大家 今天你愿意成为那个 可能似乎不值钱 但是愿意让基督 提升你的价值的 然后出去 成为别人的祝福吗 因为很多人需要包 你要相信 你去我们的 Blog Class你懂了 没有失误 是不可能 survive八个小时的 今天很多人在世界 需要一个光 让我们成为那个管道 好让世界的光 能进入到他们的生命 好吗 我们一起站立 今天从两节的经文 让我们从一个 我们根本都不知道 她的名的一个 被掳的小女孩 但是却我们可以看到 她很无私的爱 可以看到她 不动摇的信心 看到她愿意提出 那很小很小的事 好不好 今天我们也 同样的回应 因为我们今天 所做的一切 真的不是给人看 我们做是给上帝看 今天 我特别要呼吁 两种人 第一种人就是 如果你可能在工作或学校 你真的在 仿佛是那个 被掳的小女孩一样 你可能 你可能经历过很多事 可能你被很多人冤枉 可能你被 你觉得你的处境 开始影响你的信心 今天我邀请你出来 让领袖为你祷告 或者如果你是领袖 也可以出来 让我们彼此的祷告 因为我相信 上帝要做一个恢复 因为祂要很清楚地 让你知道 你的身份不是建立在 你的处境的身份 身上 而是建立在祂的身上 今天 你所做的 不会改变你的身份 但是你的身份 却能改变 你所做的一切 所以不要离开 without knowing who you are in Christ 第二种人 是你愿意成为 那个纸袋 那个管道 你可能说 最近你听过一系列的道 告诉你要去传福音 好不好 我请求你 如果你知道 你要在这个方面突破 你要愿意去传福音 我也邀请你出来 如果真的来 就是跟圣灵讲 圣灵我需要你 因为我们出去的时候 我们不是带着自己的能力 乃是靠着上帝的灵 方能尘世 所以今天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我要请 如果你是这两种人 我要请你出来 因为我要为你祷告 我们领序要为你祷告 好不好 让我们请敬拜团来 带领我们敬拜 如果是你 你现在就可以出来 因为我真的要为你祷告 好不好 这就是让我们一起敬拜神